大家好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今天天气比较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疫情下的美国居民区现状 这个区算是中产阶级吧 主要是以律师 房产经纪警察 会计师工程师 居住的地方 基本上都没有人 而且这个区的房子也比较老旧 都是主辈们留下来的 马路对面有一个新建的小区 商业区 虽然没有人 但是这个小区也还是有车正常的活动 他们出门 现在戴口罩 以前基本上都不戴口罩 而且打球的 球场打球的 都不戴口罩 反正还是不注意 这是普通居民区吧 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下次我给大家拍拍他们这里 好窄 有钱人 分不同的那个区 给大家拍一下 了解了解他们那个 真实的居民的生活状况 没有人 大家都待在家里 上班呢也是 在家里上班 都没有人 每一家都是几辆车 车都停在家里 有点慌 下次开车出来 可能要好一些